翁子光 阮永嫻 林宇揚 文人多說話 你先回應了 寫錯字 我的名字是寫錯字 你想在微微博客裡找回一個適合的榮義 這位J教授 J教授 是不是張惠佑 張惠佑不知道是甚麼教授 總之我們可以總結這部戲 其實對我來說都沒有甚麼好說 我覺得劇情很明顯的訊息比韓戰訊息很多 還有韓國的線是非常無厘頭的 它也留了一條尾在後面 我不穿巧 你完全可以剪一個韓國版本 原來韓國那兩個警察是主角 下集他將會有更加多的演出發揮 雖然一個就已經不可以再出現 另一個可能會再出現 即是死了 但問題就是你會覺得 韓國那條線其實有甚麼用 雖然我覺得池珍稀是越來越有型的 用來賣片而已 賣浮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亞洲的大片的感覺 但是我就這樣聽 同一個幕後班底 其實他是不是應該不要拍赤道 拍韓戰第二集呢 因為韓戰還有一條矯捉著尾 它沒有展開下去 最後為什麼要殺一下彭于岩 不過我想你就算沒有看也知道 其實這個尺度也留下了一條線在後面 漏的很噁心 這個問題是沒有總結這件事 令人覺得完結了 去留一條美 而是他根本就沒有搞定 是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搞清楚了一集和下一集的分別 現在這部電影是告訴你 這部只是一部上集 其實電影是 應該如果你說我準備拍一部一部一部 你這一集都要搞定一些事情 你才可以叫它拍一部一部 但現在很明顯有很多電影 包括紅Van也好 包括韓戰也好一點 但到了尺度 你覺得這部不是一部第一集 這部是一部上集 所以那些人就說 沒有頭沒有尾沒有中間 是的 上集就一定要下集 我覺得這部電影好不好看 有些很長時間 令我覺得很難看 那些追逐不知怎樣殺 或者是很混亂 或者是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是很沒必要 而且是很不好看 即使它的製作越大 你會覺得越有趣 浪費地球的資源 浪費寶貴藝術家的資源 製作一個中韓 然後發出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 有人說看完這部尺度 覺得我給了幾十元 花兩個小時看一部電影 在預告之後會看什麼 因為電影是不完整的 最後就是一些劇情不完整 又無法解釋的東西 還有七大影帝 我不知道原來張學 也是一個印度影帝 然後袁文樂是韓國 不知道電影節的影帝 因為他們太多大卡士 沒有人要剪一些 為了讓他們出現 又要為了讓他們去營 就要給他一堆打鬥 但那些東西是無謂的 我覺得是有點為了 因為我聘請了這個演員 沒有理由讓他們去營造 唯有這樣做 整個電影只有兩場很精彩的文氣 在電影的最後 就是張家輝和張學友 他們聲稱他們自己是兩兄弟 真人還不是宣傳他們自己是兩兄弟 然後他們在最後的時候 有一段很精彩的對話 覺得兩個真的有少少影帝對決的感覺 另外就是黃學琪 黃學琪也是某個影帝 黃學琪到最後一場戲 是跟張學友在火車上有一段對話 我覺得在那兩段對話裡面 是有某種張力的 如果你說整部戲打到烏梨丹刀 最後就是為了那兩場文氣來說 我就覺得是不收貨的 但是問題就是 也有很多人會這樣說 張學友在這部電影 是有機會提名明年的影帝 我也覺得他是做得最好的 只聽你說吧 你兩個說吧 證明香港人其實拍不到大場面 最後都是要回去文氣 反而文氣我們是意投入 這個經常犯的問題 就是我沒有看 但我聽你兩個剛才的描述 都是幾次我一向的認知 或者我的理解 就是如果以香港做背景的 國際大災難是一定很糟糕的 因為你投入不到 你反而是那些小小小 街頭巷尾式 每個人都可以投入到的生活 大家才容易入氣 其實無間道就很成功 我覺得是很能夠融入到 譬如香港的黑幫的恩怨 在電影裡面 你覺得很港式 沒有那種國際視野 無間道 是很本土地的 那些級社會 砍你和開槍殺你 所以你說以國際電影 不要計算以前的B級片 香港拍攝那些 國際電影 不要計算那些之外 其實真的拍過幾部 大家值得留意 一部就是 林嶺東導演 以前有一部叫聖戰風雲 大家記不記得 是李修賢做 雖然大家都覺得眼高手低 但現在跟劇度比較之下 當年他的嘗試 都是一個可敬的失敗 雖然他覺得 做不到就不要做 但問題就是 裡面也做了很多 很有趣的嘗試 另一部我覺得 已經是梳落成功 就是指與風暴 就是金國亮 做的恐怖分子 然後就有 吳彥祖 吳彥祖 就做那個 失了憶的恐怖分子 我到現在都不可以 投入吳彥祖的戲 是嗎 我對於他一種不涵態的廣東話 他怎麼做 我都覺得 無法進入 但如果以整部戲的格局 以及國際恐怖分子 在香港搞事來說 我覺得至於風暴 早幾晚電視也有重播 我真的在吃這條水 我看的時候也覺得 如果《尺度》拍到這樣也不錯 我覺得劇本和各方面 都是很值得回味的一部電影 我們用了一整節時間去說 《尺度》也給了他多了很多空間 是 是一節半 我們接下來要說什麼 又是說以香港窩藏 一個國際危險人物的一部電影 這個比較容易投入 因為我們想說的是 《Citizen 4》 《Citizen 4》 中文叫什麼名字 《Citizen 4》 《Citizen 4》 做事的方法和他們的所有東西 讓全世界知道 導致美國要出通緝令 去通緝他 因為他犯了Patriot Act 或者是思路國家機密 而要通緝他 最後輾轉在這個世界周圍走之後 現在身處在俄羅斯 講史歐登其實大家都知道誰了 不用再大講了 你說先看 因為VIRROR最重要 為什麼他一定要在這裏呢 因為他有看到香港第四公民的放映會 而且導演也有在場 對 放映會聘請了導演 聘請了記者有份幫忙做這件事 還有一個人權律師 那個人權律師好像是 何俊仁的職員的同事 但他是一個外國人 但導演就來了香港 說回他的話 而其實這是一系列的 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曲 那個導演是06年拍攝了一套叫My Country My Country 即是我的國家我的國家 就是講Under美國的伊拉克 然後第二套叫做The Oath 叫做什麼誓言 就是好像用兩個阿拉伯人 他們好像是被美國捉了 然後他們用一些違憲的東西去判他們的罪 即是說他們是罪犯 即是他們是跟911拉登的有關係 其實你見到這個導演是非常勇敢的 非常暴露 即是他弄傷惡惡的東西 都是捉盡美國政府的痛處 即是一些他最不想被揭露 他們怎樣違反人權對人 或者這些東西 他就真是身犯險境地拍出來 所以他覺得他是非常厲害的 現在這位女導演 他也不能夠再進入美國的境內 他也生活在德國 柏林 柏林 但是當時你在那個放映會裡面 他有沒有什麼表達 譬如他部戲的原意 或者他覺得他的部戲出來的反應 他有什麼感覺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他不是說很多東西的人 反而就是跟他同行的記者 是很憤怒 就是說因為他平時是做開 這些是一個自由的記者 就是在那裏爆這些東西 變成那些大會不准錄影 別人說跟他拍照 拍大合照 他也很害怕 然後他說其實這些東西 是很危險的 到處都有 因為他們是全部背著身褲 那些機密的資料 有做這些事情 他們是很擔心 很敏感的 但是他跟導演有兩個不同的看法 就是導演覺得 衛報有一個記者叫Glan 原來他是衛報的 是一個獨立記者 當時斯洛登在美國 拿了那些機密的文件 他就通過衛報這個記者 就叫衛報發佈出去 因為衛報是英國的報紙 不牽涉美國的報紙 The Guardian 所以衛報都是一開始幫他們發放消息 例如斯洛登想他們放的東西 他們也會放的 但是去到裡面有些資料 原來涉及到英國的機密 他說英國的情報人員 是跟他們跟到柏林 見到那些咖啡廳四個就封住他們 而且衛報立即就蓋棋 即是高層沒有經過他們同意 即是銷毀了那些文件 而不敢報這件事就禁了 那Lora的導演就說 其實我覺得衛報一開始都幫了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選擇這個報章傳媒 他們全部東西都要很謹慎 全部都不可以禁掉 所有東西都要用安保的方法去傳 衛報一開始都願意幫我們出 有一個比較大的傳媒去做 所以他都覺得衛報是OK的 但是那個俄羅斯的記者 就是罵了衛報反台 就是說衛報根本就是吃麵粉 但是我給了一些料理 你是作為一個傳媒 有良心你是要幫忙爆發 你不可以去到你的國家給壓力的時候 你就立刻那些什麼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郭喬抽版 他就說是一棵樹有很多不同的記者 我們這些freelance是冒險去炒這些東西 你作為一個傳媒機構有這麼大的條鏈 你一看到有事就全部剃走我們 所以他就用粗口來拿圍捕 就是這個情況 這個是他們比較大的反應 其實這個斯洛登事件 對於香港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貼身的事 大家還會記憶猶新 就是梁振英當時面對傳媒的時候 在三分鐘裡面說了七次 就是說不評論個別事件 你可以看到這個特首是多麼沒有Guts 就是不敢說很多東西 反而曾鈺成就對BBC說了一個很長的訪問 就是關於對這件事的看法 這個亦都大家很多人會討論 就是究竟香港是不是有一個言論自由的城市 是不是一個保障言論和人權的城市 為什麼斯洛登會選擇香港呢 這個是一個很多人都會拿來做一個話題的議題 最後他有沒有解釋到香港來做避難所 好像有說 他不是避難 但是他說覺得來到這裡 他發放消息就一定是free 如果他要發放消息的話 他要香港發罪才會再找地方去躲 但是他覺得香港是一個 輪到給他起碼留一會兒 消息一定會出得很快 可以聯絡到國外其他地方傳媒的地方 其實我同意的 如果我站在斯洛登的角度的話 就是從政治的角度去分析的話 我都可能會選擇香港的 有其原因的 因為香港叫做under中國 但是中國是跟美國不朋友的 所以在兩個最高層的政府之下 覺得都還有一個張力 另外香港就作為一個資訊的國際大城市 他的流通真是快的資訊 所以什麼時候都是有好處的 當然我們還是在中國的管治範圍裡面 但是我們仍然有我們的自由在這裡 就是自由是仍然可以存在的 所以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一是選擇這裡 可能是選擇東京 這兩個就是相對比較 但是日本和美國很友善 對,那是為什麼 去到最後還是要選擇香港 如果從一個政治的角度去分析 如果選擇俄羅斯或者南美那些 他們又可能發佈消息很方便 又可能沒有那麼多人那麼容易幫到他 香港你隨手找一群人權律師就出來 除了資訊方便 交通也是方便 你下街截的士就可以走 還有機場那些也方便 你立刻搭機去哪裡都可以 搭船走也可以 相對上整件事 對他的自身安全是重要的 好嗎